上升2度 所以你會知道到四季末之前 就是會上升2度到5度之間 那取決於我們現在 對於碳排放的一些規範 那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看到 當溫度上升到接近5度的時候 這個顏色偏向紫生就代表這個風險越高 那極端事件發生的機率 還有它的強度都會上升 那極端天氣就會影響我們農業的一些操作 那所謂的極端天氣呢 目前根據研究 最會影響農業的就是高溫、降水以及乾旱 雖然這些極端天氣呢 它發生的頻率是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的強度很大 所以很容易對各位的農地造成一些災害 但是極端天氣事件 不是因為全球暖化才發生 它平常就會發生 只是因為全球暖化讓它發生的機率還有強度增加 那我們看到下面這是台密颱風 在它侵入台灣之後 這兩三天造成的一些降雨 目前看到就是主要集中在西南部 那這邊呢 我家這邊也是住在這邊啦 是讓水淹到腰了 那是哪一邊?高雄 它是平東高雄 平東高雄 然後就是在台東之後引進的汽流 然後造成台東這邊 我們班就分場在27號這天 統計降雨200多毫日 那也造成台東市區有一些接近要成熟的發育脂 造成一些落果的現象 那根據研究呢 在接近四季末 如果隨著暖化的上升 我們的降雨日數會 會變越來越少 而且小雨的日數也會減少 但是呢 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平均的演降雨量是不會改變的 目前研究是沒有什麼改變 那降雨日數減少 然後總降雨量一變 就代表我們每次降雨的強度會越來越大 那根據研究就是 我們到四季末 比如說我們現在下三九八毫米每小時 就降作極端降雨 但是到四季末 我們要降到五五七 才會降作極端降雨 就知道我們這個降雨的強度 未來越強 那也造成我們這個 在這十年的統計 每年都會損失116.11 也就是各位從農的 116.11 就這樣送給老天爺 那我看到105年 這一年 尼伯特颱風 大王降流 那你好像 你來了兩三個颱風 所以造成了383.4億元的損失 那又怎麼樣減少這些損失呢 目前在推行這個政策就是 任性能力 就是要提升承受 以及因應災害的能力 那也要讓各位的作物啊 還有農田都具有調適災害的能力 然後最後要提到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預警 那怎麼知道天然災害要來了 或是這些天然災害會對各位的作物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就是屬於防災意思的一環 那得到適當且迅速的氣象資訊也是很重要的 那得到氣象資訊之後呢 你就要進行防範 但是呢 防範有可能是 你可能都完全沒有受災嘛 如果你防範的非常好 比如說你帶一間很厲害的溫室 你的作物可能就不會受災 但是通常 來了 災害來了 你可能只能減少災害 所以減少災害你還是會有點受損 所以之後就要再進行富裕 讓各位更快速的回復生產 那在以前啊 氣象資訊的貨群管道就是 在更早以前就是 鼠雨啊 那些月曳而風 除了而雨 還有像隔壁這個 颱風草 對 以前呢是用這個 來 判斷經營會來這個颱風 那在近代呢 就是使用報紙 看上面的天氣 或是 晚上 看晚間新聞的時候 就會看隔天的 天氣預報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利用手機 獲取一些 即時的天氣資訊 那現在 因為 大家都有手機嘛 所以 他們現在更新的頻率 有時候是 幾分 幾個小時內 就會把 幾個小時之後的 氣象預報 跟 各位 就現在利用手機 就可以即時的獲取資訊 就可以即時的獲取資訊 現在 幾分的期間 讓我們 打裝電話 那我們就進入到 下一個部分 就是氣象資訊 來介紹 首先要介紹 就是這個 中央氣象俗稱 我氣象沒力屏 那如果是 手機是用蘋果的用戶 就可以用左邊這個 那如果不是蘋果 就用油邊那一個 對 對 那首先 如果 都會打開MDB 就會看到這個頁面 那 目前可能 如果裡面有先去定位的話 就 就不會是 目前這個地方 所以 在使用之前 要先把你的定位定到 你所在的地方 就是 用上面這個 有十字的標記按下去 它就可以選擇 你所在的鄉鎮 去做定位 那它提供的資訊 就會是 你現在的位置的 氣象資訊 那 這一個 就是它的頁面 它會有顯示 現在的天氣快速 氣溫 體感熱度 還有時間 然後接下來一週的 天氣預報的檢討 那在下面 會有天氣小幫手 就是用文字的方式 更詳細的告訴大家 現在的天氣是怎麼樣子 那還有一個聊天